NTP-CU作業系統的安裝 在我們新北市教育作業系統 你想把它裝到硬碟上 那我們現在用 WeChatbox虛擬機器來模擬安裝過程 首先我們設定好的是 Ubuntu64位元的機器 那我們使用的是 5月31號的ISO檔 好我們來啟動它 前面有一個警告訊息沒關係就這樣跳過去 那是WeChatbox的警告訊息不是系統 正式安裝的時候不會有這個 錯誤這個訊息出來 接下來看到NTP-CU14.04 這是用Ubuntu14.04 去修改而完成的作業系統 然後你進入系統之後就會看到我們的桌面系統 請你選擇安裝NTP-CU-Live-CD這個選項 接下來要輸入密碼 請輸入NTP-CU14.04 接下來他問你的語系是什麼語系 那我們的一樣是繁體中文 繼續 這裡他會檢查你至少要有6.4G可用空間 一般機會更多一點 你要能連上網際網路 那第三方軟體一般也建議你會勾起來 那這邊為了節省時間 所以我們不勾這個 接下來我們這個系統因為從來沒有裝過任何系統 所以他會告訴你我要清除 磁碟並安裝NTP-CU 那這是最簡單的一個部分 因為沒有和其他作業系統相容 也沒有切分割區的問題 所以我們整顆硬碟 就把它裝成NTP-CU就可以了 選擇立刻安裝 好接下來選擇您在哪個位置 我們是在台北就選繼續 鍵盤就是 美式英語就不動 這時候你要新增一個使用者 我把它叫Teacher 密碼 簡單設 我選擇自動登入 然後按下繼續 接下來他就進入了安裝過程 再經過三五分鐘 那整個系統就安裝完成了 好 經過一小段的時間等待 你就會看到 快要安裝完的畫面 好 經過一小段的時間等待 當安裝完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需要重新啟動電腦 那這樣就完成我們新北市教育作業系統的安裝 現在就完成了 所以說 現在就完成了 一小段的時間 來打 Salv 我不想說 有用 換上 說 想先釀 解相重 說 年 小段 再一個 起訴 審 扣び扣 中文字幕——YK 好,当你看到安装完成 这样就可以继续使用我们的系统了 就立刻重新启动 这样就完成我们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的安装